是 我说你能不能别再哭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点难过 但是 你都把一包纸巾都抽没了 我儿子出国了 不哭了还是不行了 你儿子只是出国而已 不至于哭成这样吧 差不多讲就行了 而且 就算是视频不能解决相思之苦 那你可以坐个飞机去看他呀 怎么样啊 别伤心了 是好事啊 我们这儿去哪儿 你走错路了吧 这不是回家的路 你本管 你能老骂我 我找个地方把你给卖了去 行啊 我倒是看看谁这么大胆 还敢买死我 什么啊 小心开金 去哪儿啊 小心小心 我告诉你啊 你不许给我恶作剧 你要敢吓唬我 您呢 我揍你 右转 可怜到了啊 你快点不要我 马上 你让我看看 马上 我哪儿想跟你恶作剧 是不是 那我得多大的胆子啊 对不对 好了 马上就到了 来 你小心磕头啊 行 打进来 我们倒数 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八 二 三 二 干嘛呀 惊不惊喜 一笔万 你 你别误会啊 这房子我现在肯定是买不起 但是我会把它租下来 大爷 这个房子里面 有我们两个太多回忆了 所以我决定 我们在哪儿倒下的 就要在哪儿 重新开始 真哭了 真哭了 就知道你会 纸巾都给你准备好了 都没留给你病啊 怎么这么烦人啊 其实你这次 又十八月买房了 我挺开心的 因为我兄台愣户啊 逗你呢 他讨厌 你看我 一好事还大 我是觉得 我终于有机会 可以为你做点什么事了 虽然我现在 能为你做的事也不多 但再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都会越来越好 好 再给你 再给你一张纸 再给你一张纸 他怎么和你前期 都那么烦人呀 你挺信用灵犀 我跟他信用灵犀 他走的时候 给了我一点客户资料 然后还教训我 给我上课来着 反正我现在是大车大悟了 他一天班都没上我 还教训你 那三人行必有我事 这女人方面 书颖确实是挺成功的 我挺佩服她的 我觉得你这个人 做人要是太极端了 以前啊 你是过度自信 现在呢 有点妄自菲活了 怎么回事啊你 能不能中和一下 话还没说完呢 我虽然觉得书颖 在这方面挺成功的 但是我自己 有我自己的活法 我成不了他那样的女人 所以我也只能说何大彦 你快下来 在上面会摔下来的 你认识我吗 我是你啊 小时候的你 我 你怎么哭了 小时候你可从来不哭的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小时候你可从来不哭的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也是一塌糊涂的 就连小时候那点坚强也没有了 现在 我就是一个不够聪明的蠢女人 大爷 不要再觉得你自己做的不够好了 这些年 你一直很努力地生活 很努力地往前走 很努力在做更好的自己呀 你要爱自己呀 这样 我才能安心地走 你要离开我了吗 我不是要离开你 而是因为 你已经要走入一个新的人生了 不需要我了 只有这个给你了 拿着 拿着吧 你顶着这皇冠顶了这么多年 难道现在幸福了 就要变成死云眼睛 丢对女王的架势了吗 答应我 不认我 无论未来被证什么样 你都不要将就着活着呀 我喜欢你带着王冠顶的样子 我喜欢你带着王冠孝的样子 你要记住 你是自己身后的女王 也许这些年 我从来就没有成为过女王 也许这些年 我从来就没有成为过女王 我只不过是 硬着头皮 耿着脖子 一直被推着往前走 瞎说 每个不忘出去勇敢生活的女人 都是女王 但也 独立的去生活 勇敢的去爱人吧 就像没有受过伤那样 因为 一定会幸福的 我 这么多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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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